欢迎回到猪猪健康生活节目 大家好 我是Julie 美国认证营养教练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话题 很多朋友呢可能特别的不解 就是说 我为了减肥或者为了健康 我拼命的去健身房锻炼 老去 而且呢 每天可能一两个小时 但是我的体重反而不但不降 反而增了 我还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 而且就是有一些不良反应 那今天呢我借鉴一个我个人的经历 也就是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吧 加上我对营养学学习中的这个了解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甚至说帮助大家解答一下 你的困惑 那我们知道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大家很多朋友呢很着急 为了能够夏天穿上漂亮的衣服呢 就去参加了一个健身房 甚至请了一些教练 每天拼命的锻炼 可是他体重呢还是没有减 那么我呢两周前呢 也有同样的境遇 我过去做的这个瑜伽馆呢 一直没有开 而且呢他呢就算是开的也是室内 我也不敢去啊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找了一个新的健身房 参加了尝试了两节他们的这种 所谓比较高强度的这种 间歇性高强度锻炼 就是HIT锻炼 结果呢 我的身体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我在上第二堂课以后呢 感到身体极度的疲劳 马上就就睡过去 就根本就起不来了 而且呢两天以后呢 我就开始使劲打喷嚏 就是那种就是鼻子好像过敏一样 就使劲打喷嚏 然后同时呢 我的身上就起了一些包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手上 这个小红点 还有 这儿还有一个小红点 这种小红点 而且背上和腰上都有 然后我呢 就是也去看了一个中医啊 前几天就是说我 他说我是起了湿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湿疹或这种 包括打喷嚏 都是免疫力下降造成的 所以呢 呃 其实我觉得我去这样拼命的锻炼呢 不但没有让我更加健康啊 同时降低了我的免疫力 那我这几天呢 也看了一个文章 就刚刚出版的 在这个细胞代谢杂志上 出版的一篇文章 是由这个瑞典的科学家 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找了11个人 然后连续呢 观察他们 把他们放在不同这个程度的 不同强度的运动 然后呢 四周 第头两周呢 运动不是很强烈 然后第四周是非常的强烈 然后第三周是恢复期 然后把他们放在这个呼吸机上 同时测他们的血糖 观测他们就是对血糖的反应 血糖升高的食品 对葡萄糖升高的反应 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代谢情况 后来他们发现呢 他们出了这个研究报告的最后结果发现呢 剧烈的运动 超强度的运动 不但不让你更健康 反而让你变得更加胰岛素抵抗 我们知道胰岛素抵抗是肥胖的原因啊 我过去也是严重的胰岛素抵抗 我觉得上个礼拜 我做这个运动以后 就是做完这个运动以后 我不但很疲劳啊 我还体重增加了一公斤 现在呢 这几天休息 这一公斤就下来了 当时呢 我的感觉就是觉得身体非常的沉重 可能跟很多朋友一样 就是你们老去健身房 发现不但我没减肥啊 我还体重越来越重 而且觉得很浮肿 身体觉得很沉重 那么这个报告呢 最后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 在第三周强烈运动的时候呢 所有人这11个人呢 都变成了更加的胰岛素抵抗 然后他们对这个 就摄入的葡萄糖的代谢呢 能力完全下降 血糖升得很高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 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肌肉拿下来分解以后 发现他们的细胞里的线粒体呢 功能下降了 这个我们细胞的里头线粒体 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工厂 这个如果线粒体工作不好 我们的细胞就不是很健康 我们人体身体也不健康 这个可能也能证明 就是过度的运动 不但为你身体再来 就是不能带来什么更好的健康意义呢 同时呢 可能就是对你的这个细胞 从细胞层面上来说 对你的健康并不有利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锻炼 就是适当的锻炼 还是对人有好处的锻炼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 可以增加强健我们的骨骼 但是如果过度的锻炼 就超过你体能本能的锻炼 还是不好的 那还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我在学营养学的时候 也学到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人体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同时我们知道 这种超自己体能的锻炼 是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个肾上腺呢 产生一种叫压力荷尔蒙 叫皮质醇 英文叫cortisol cortisol如果长期的 这体内的这种 皮质醇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容易长胖 因为它会刺激我们人体 胰岛素的分泌 胰岛素只要上去了 我们人体就容易堆积脂肪 这也就是为什么 可能过去一周吧 我就觉得我身体 就是浮肿的感觉 一下就觉得胖了好多 包括脸上 还有当然还有这些 起的这种吃疹 还有打喷嚏这些现象 这个礼拜呢 我休息了一下 没有怎么太多的锻炼 我觉得自己身体状态 稍微的恢复了一下 原来长上去那一公斤体重 也回调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说一定的 适当锻炼OK 但是呢 当你过度的锻炼的时候 反而降低了你的这个 免疫力功能 然后呢 让你的细胞不是很健康 让你变得更加 胰岛素抵抗 所以锻炼呢 还是要循序渐进 就要根据自己当天的情况 因为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像过去一周 就是不自量力 就是在一年 这一年没有怎么 太锻炼的情况下 做一个巨强烈的运动 反而让我自己身体呢 给我自己的身体 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 当然如果说 你想要减肥 想要逆倒胰岛素抵抗呢 锻炼我个人认为 那是百分之三十到 就二十到三十的这个作用吧 那剩下的还是主要靠 吃和调节生活方式 如果你愿意参加 猪猪健康生活 举办的4月10号的 14天长的 这个去堂行动 以及五天清断食呢 你可以来跟我咨询 了解一下这个课程的具体内容 收费情况 好了 关注健康 关注猪猪健康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